這個問題我和Amy是完全不存在的 要看手機我們就看了 沒事的 為什麼不看了? 沒有就看了 因為我們之間是沒有秘密的 我們大家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共通點 我們夫妻之間是不可以 傳入任何的神秘感 任何的採用透明化 我們大家之間是不會有任何秘密的 如果我的伴侶去看我電話的話 我會覺得如果她 我不介意給她看的 但是她要尊重我 告訴我或者在我面前看 我也會有安全感 因為如果她沒有安全感要看我電話的時候 我也會檢討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她也不想的 她只不過是沒有安全感才會看我電話 如果我們是拍拖的話 我覺得我要盡全力給她安全感 如果她覺得看電話是好的話 我就會讓她看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這樣做的時候 你也要尊重我 我另一半其實知道我手提電話的密碼 所以我是不介意她看我手提電話裡面的任何東西 當然她很尊重我 她不會說未問過我就會拿我的電話來看 我覺得這樣是互相尊重的 我知道她密碼 她又知道我密碼 我覺得這樣是很坦誠 是一種信任 但是又不會亂看 這個是一個尊重 你不想著這個尊重 我來看吧 感谢观看